嗨,大家好,我是奥叶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你是否经常忙得团团转 一心想努力完成重要的事项 却不够重视当下 以我只是觉得凡事需要亲力亲为 不懂得向他人求助 总是觉得依赖他人就是一种懦弱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无论是在工作或是生活上 都被困在现实和理想的落差之中 今天好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就叫做静下来工作 教会你利用正念的力量 在热爱生活忙碌的工作同时 保有内在的临近感受当下 但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好会刚刚在 喜马拉雅的podcast平台上架了哦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那边follow一下 在那边你可以用听的方式 吸收好业的内容 让你在何时何刻通勤运动 或是开车的时候 都可以用听的方式学习新知识 订阅了以后 我们再回到来今天的说书影片吧 本书作者马克雷瑟 是Jack B.A. Exociate的总裁 主要为商界和非盈利组织 提供辅导和顾问服务 更是经常在世界知名企业 比如Google、Twitter等授课 指导大企业中的领导和职员 培养正念领导力 正念不只可以满足职场上的需求 还能让我们身心健康 并在其他领域拥有卓越的表现 今天好月将为大家了解正念的奥妙 以及书中三个有关正念修炼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正念 正念是指专注于当下的自我察觉 以好奇开放、不排测、不批评的心态去看待一切 并观察所有当下身体和思绪的状态 感受当下、体验当下 它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压力、挑战、困难和麻烦 有效地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同时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内在自信、同理心和谦虚 而要培养正念就需要拥有觉知力 也就是自我察觉的能力 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 以及情绪意识 例如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生气的情绪面对某些事 或是负面的想法看待某些事情 又或者是可以以第三者的角度 发现自己某种想法的浮现 唯有培养这种能力 我们才能时刻察觉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的发生 良好的与自己的情绪做沟通 不为其所左右 那么我们又要怎样培养知觉能力呢? 以下有几个方法 第一、静坐冥想 没错,这就是好业每天提倡的 也做了一系列的直播冥想的指导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着 然后放松 将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上 用开放、好奇的心态去关注身体的重量 脚板接触到地板、双手放在大腿上 以及呼吸的感觉 并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去观察自己的意识 思绪、情绪、情感和感受 关注一下你的大脑在想什么 你有可能会想到你热爱的事物而感觉到兴奋 又或是想到工作而感到烦恼等等 关注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情绪 但只要关注就好 不要做任何的批判 认识和接纳那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最后放下所有的思绪将注意力转回到身体上 当你养成了规律的冥想后 就能够将觉知能力导入在生活当中了 想要学习冥想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好业解说练习冥想的影片哦 第二 避免惯性反应 培养情绪觉知 假如你今天骑车或是开车的时候 被人逼了一下车 你的直觉情绪一定是很生气 马上就想要多灵敌几下 又或是怒我冲天在车里面骂了几句脏话 并可能就会和对方产生争执 当我们的情绪被触动的时候 往往就会因为没有多加思考 出于愤怒等情绪做出直觉性的反应 这样会导致我们很难以正念处事 如果我们无法意识 并调整好自己最初的情绪反应 很可能就会把事情搞砸了 所以说 当你的情绪被触发时 不妨先深个呼吸 冷静下来 先不要谴责他人 直到你不在激动时 问问自己 这种情绪是否似曾相似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会有这样的情绪 当面对这样的状况和情绪时 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是偏绕冲突 还是偏向于避免冲突的呢 最后再来问问自己 从现在开始 对于所有的当事者来说 什么样的回应 才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呢 当你尝试运用好奇心 去探索自己身上 所发出的情绪的时候 久而久之 你就会掌握了正念的运用 时刻好好的 与自己的情绪相处 而你又有过 哪些容易情绪失控的经验 想要破口大骂一些 向你倒垃圾 导致你心情暴躁的人呢 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时 又是怎样让自己冷静下来的 也请你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可以参考和警惕 不让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第三 学会依赖 在现实社会当中 我们经常标榜自我 推崇独立 认为应该要照顾好自己 独当一面 在衣食住行和许多情况下 不依赖他人 才算是为自己负责 认为任何事情 依赖他人都是不好的 我们会不想依赖他人 是因为害怕他人 会让自己失望 又或是害怕事情的结果 不如预期 所以会经常采取自保的行为 封闭自己的心和感情 努力的变得更强更独立 但是这些看似迈向独立的行为 招来的却是反效果 因为抗拒协助 所以任何局于我们的协助 都会被排斥在外 但其实 所有的企业 个人和家庭里 都是建立在 互相依赖的关系里面 才能遭就完整的社会运作的 作者曾经带领了一个团队 他每周都会带领学员 做经官冥想 准备分享的内容 从禅学的书里面 朗读极端话 还有包办所有的行政工作 好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虽然带团让他成长了很多 但有时候却让他感到非常的疲惫 最后他觉得这一个团队 好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说信就直接宣布休息寝食了 而在隔天 他收到了一位成员寄来的电子邮件 提议一起共进晚餐 但晚餐当天 却来的团队里面 全部的八位成员 表示不接受他的寝食 并决定为他分担所有的行政工作 承担更多的责任 也让他可以继续专心指导残学 不再分心于其他琐碎的事 而感到压力和无助 作者对于这件事的转折 感到非常的惊讶 感动和开心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在经营这一个团队时 一直在抗拒依赖他人 凡事都自己卷起袖子来做 甚至无意间低估了团员的投入程度 而这也阻碍了团队的成长 因为害怕他人会让自己失望 而拒绝依赖他人 妨碍了自己交出掌控权的想法 想要学会依赖他人 可以简单访问一下身边依赖你的人 并写下他人是如何依赖你的 同时也注意并且反思你是如何依赖他人的 让自己充分地感受一下 你给予和接受过的一切协助 去感受一下那个温暖和归属感 并且意识到你的肩膀也曾让他人靠过 然后写下这些经验给你带来的意义 从现在开始 充分地感受你生命中重要的人际关系 无论这些关系在你的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你接受并学会依赖他人后 你将可以感受其中你从未体验过的归属感 以及大家给你带来的依靠 好了 这就是今天好要和大家分享的 静下来工作书中有关正念的意义 以及三个正念修行的方法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 正念是指专注于当下的自我察觉 而这一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 更加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 以及情绪意识 第二 冥想静坐 透过每天规律的冥想练习 将觉知力导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第三 避免惯性反应 预示先深口呼吸 冷静下来 评估自身整体状况和情绪后 才来做出理性的反应 第四 不要只懂独立扛下所有责任 学会分担任务 依赖他人 才会让你感受到互相支持的力量 取得归属感 谢谢大家的观赏 今天的说书影片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 哦对了 也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启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